國民黨中華廣東部 16號召開這場沒半部 選舉全奧部的記者會 曾經有青年朋友在蔡芹仔發紅 來玩不明 而且又沒有站名的文選 來擦由國民黨拿名的李維浩酸林 剛才拿出嚴重聲明 也來共調 會收集相關的訴訟 拿出個手 要向台灣一個親戚的選舉 國民黨中華廣東部召開記者會 就因為這段時間 不斷有當地拿名的孝山林 比對手發紅 不時的本身片 都是假假好好發生 市長 他們跟我說 伊鳳一定會出來說 他們都怕大來住 都跟你們說得很難聽 都跟你們黑白說 發紅 發紅 第一山區立為孝山林 掛上風涼說 只要是沒有站名的本身 就是黑痕 這禮拜也已經報警 來到一頂人在蔡芹仔發黑痕 當場就有很多青年朋友 來散播這樣的一個黑痕 而且公開的來做一些抹黑 抹紅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目前這個案子 也在我們警官在偵查當中 關東部主委表示 中華市的山區 都有人四處在發黑痕 攻擊國民黨的好山林 這種違法選辦法的行為 東部已經在收集政府準備提告 我們一定會收集所有的資料 針對一些污蔑一些抹黑 一些不正常的手段 會影響到選舉的結果的 我們都會跟律師商量 不排除提出告訴 中華的廣東部共同 這次的總統自己為選舉 關閉到台灣未來的發展 自己的民生官 對手沒有提出政見 只有各種不愛的手段 根本就是在上海台灣的民主 不敢選舉中奧伯 好的